今天要來講一位來自桃園少女的故事 一個熱愛工作又中二的故事 少女起了個大早 為了工作走在無人的大街 想像著今天的工作要如何被奴役 即使被要求加班被欺負 她還是任勞任怨也不離職 經過多年的奴役後 某一天她終於成為了資本主義下最強的勞工 她是奴主 是名門犯家第四個女兒 鋼門犯士郎 從小荔枝看到偷懶的人 嗚 是鬼 就要給予她神聖的制裁 靠 快要遲到啦 哇 火車居然離站了 不行 遲到會被經理罰錢 遲到如今 管不了這麼多了 啊 當時 袋子 祝 了 那 我今天覺得突然好累 我不想上班囉 我的頭好遠 我想會講 請講 星期一 明明是要開開心心上班的日子 怎麼會有人想要請教 誒? 不太會進 誒? 好像是漸層的屁味 這味道好像是在上風處 沒想到一句話還沒有請教回家去 真是佩服你的系列 這...這雙...這雙眼睛是... 傳說中十二請教魔人之一的 下雷三 離窩龍 請請工作不要太認真 請假很爽的唷 順暗一提 我是公務員 一年特休有27天 來吧 換人啊 加入我的崗列 一起請特休吧 我跟妳價值觀不同 是不會輕易請假的 因為平日辛苦加班的工作 才能體會到假日的美好 既然妳不想加入 那我只好讓妳去請佩家 哈哈哈哈 看這種 看我的離我遠足 這...這不是... 離窩龍的IG嗎? 這些貼文居然都在星期一 他不用上班了嗎? 星期一跑去做蛋糕 看能有約會 可惡 我也要星期一爬大屯山 好羨慕啊 可惡可惡可惡 好想請假啊 辦事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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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好全勤加班 你只要全勤加班 我明年第一個 給你提加薪 這禮拜 系統要上線 你還在這邊給我鬼混 快醒醒 沒錯 我要奴 我要加薪 因為奴 才是我的冷道 快點振作起來 辦事郎 這些只不過是幻覺而已 不高最後一刻 我絕對不會請假 你可惡的請假鬼 讓你嚐嚐我的力喊 一隻呼吸 一隻洗 主管下班 一隻賴連斬 還是�만 成功 啊 對不起 柯掌阿虎 我以後不會在上班的時候 再開下 蘋果園 啊 耶 終於可以開開心心上班了 站住 白子郎 你是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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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